然而这里地势险峻 庙一直无法建成 偶然间当年建筑甘露岩寺的匠人 忽然看到有人用Y字形的铁叉 稳稳地抬起了一根又粗又直的大圆木 从而受到启发 整个岩穴好像是一个倒三角 独目晴天解决上宽下载的难题 于是仅用一根柱子撑起了甘露岩寺 甘露岩寺就此建成 正是因为这根柱子太神奇 人们称它为壮岩柱 如意柱 现在游客到这里游玩都会抱一抱柱子 许下自己美好的愿望 日本的重元法师曾三度来此 学习甘露岩寺的建筑工艺 回国之后 他修建了日本著名的奈良东大佛殿 他注定是中华民族 乃至世界建筑历史长河中 一颗璀璨的明珠 它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 也是我们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关注小城带你们逐步出户 云游中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